你覺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機會大不大? 即是如果機會大不大 我不知道怎樣才叫大 其實30%多都可以叫大 但如果你純粹flip the coin 50%50%這樣計算的話 這樣計算不大 我覺得當數據出來 第一句明明是GDP倒退1.4% 所以你說經濟衰退大不大 即是如果你純粹說單一個季度 我想現在的判斷上 分析上就是一個暫時性 還是你覺得接下來兩三季都會繼續是這樣 是的 你可以說持續性 究竟你是一些一次性的因素 所以你說如果你是一次性的出現了 但問題是否真的因為高通脹問題 導致有一個持續經濟衰退狀況 這個言之上其實美國這幾年 都沒有出現一些很持續性的經濟衰退 只是單單一兩個季度 或者因為一些一次性的因素 比如說兩年前的COVID 或者說在 你接著就沒有走過任何的衰退跡 所以經濟大幅放緩 這個是會的 所以你要分清楚 經濟衰退就是說GDP負增長 去到負增長的情況 說著走了十三年左右的勾市 你現在說真的 現在混入一個持續性的經濟衰退 其實不是叫經濟衰退 那些叫大蕭條 說著真正的regression出來 現在出現這個狀況 未有太多跡漲 所以你看到美股上 雖然跌了很多 但是Ix指數 其實不是什麼特別高水平 對比COVID那段時間差很遠 因為去到經濟衰退 大蕭條 那個狀況出現的情況下 有一件事肯定會出現的 就是有很多企業陸陸續續爆佈 周圍這樣違約等等 其實現在說著美國企業的違約率 都仍然十分之低 雖然有很多企業都是納入一個 垃圾債的債級水平 但問題這個主要是低息環境數推動 所以分清楚 如果你純粹說經濟衰退 那我說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的機會率不高 但不代表美股就不用再跌下去 就是兩件事 所以分析經濟還分析經濟 分析股市還分析股市 如果股市純粹說跌了很多 短線會有技術性反彈 特別是淡倉會夾得很小 因為有很多股份 指數就不算太過誇張 導致兩成或高低位 好像都沒有足夠 只有納指 標普500 含入一個技術性紅獅 但入技術性紅獅 代表一串 直插沒有水花 不是的 短線來說 會有很多超賣的股份 出現技術反彈 因為指數跌兩成 但其實有很多在泡沫的股份 高位跌下來 八十幾個巴仙 九十幾個巴仙 都有 那些股份 累積跌幅這麼多的情況下 是短線 通常會出現一些技術反彈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美股方面 我們的看法就是 第一方面確認牛市應該結束了 第二方面是紅市 是不是紅三階段 一定不是 你的VRX指數 三十都沒有 又下回三十六下 之前見過三十的 你下回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不會是紅三 但問題是在紅金融二市的時候 中間都會有些位子 夾得很厲害 所以我想短線來講 美股上面 短線是會夾的 但是夾到多少 例如我猜的阻力位 到就不到就不到 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覺得暫時來講 今年來講 美股上面 應該不會有什麼特別漂亮的馬俠司機 很多東西都升得很多 純粹做個股值調整 這個股值調整 你買中一些大隻的股票 像Apple那些 都會輸的 但殺傷力上相對沒有那麼重 但是如果你買中RKK那些 或者其下那些泡沫型股份 你看UPST在上幾個星期 出現業績跌了這麼多 還可以跌50% 你要記住就是說 泡沫的東西 急跌完之後是可以再急跌 最壞的情況是跪零 但是美股上面 有些企業 是不是去到這麼差的狀況 跪零 就是說要違約 那又未去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短線的走勢上面 反彈 但是中長線 例如2022年的整體展望上面 都是偏負面的